同道大叔是不是很喜欢这个节目 处女座挺好的人 可惜长了张嘴 嗯 有没有没有为什么要反省啊 朋友在一起说话就不要放松 然后有时候就会损他们啊 他们也怂我都一样的 是在脸上写了吗 我就接受吧 处女座最大的案例就是我的床 你可以做 我的床你可以做 最大的案例 哦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说我没有洁癖 处女座是那种 处女座毁点黑但是黑又有点燃血 黑处女座本人的话 你再说一遍 黑处女座随管你黑 你要是黑我本人就不信 这没有什么信不信的 好像处女座已经被黑惯了吧 你处女座的胜负运 和喜欢的女生打游戏会让了她吗 肯定要让是她 女座家具的广大男朋友们的内卷程度你想说 好样的女座 大家什么时候能看到洋洋不太见外的洗澡戏 那可能看不到 这么肯定 对啊洋洋啊本人的 什么什么 你再说一遍 穿着衣服洗澡吧 穿着裤衩 上半身对对对 我挺见外的 如果一个人大数据总给他推动 洋洋稳 预测看来就能预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没感觉 哦 再没感觉 挺想接吻的人 给你推什么样 比如说一些美食啊什么的 吃的东西 然后也会推到很多 就是比如说未知的一些世界啊 什么太空宇宙啊 什么UFO啊 我都比较感兴趣 做洋洋的颜粉有什么烦恼吗 你是说烦恼吗 没什么烦恼 洋洋的男粉和女粉可以都叫他老公吗 随意吧 称呼这个东西就是 大家很想怎么叫怎么叫 男粉叫你老公 你可以怎么回应他呢 在网上叫没什么办法回应吧 如果是当人面叫的话 你居正 我还很直 游戏中遇到洋洋什么的ID 你会格外激起的战斗欲 洋洋一杯倒 洋洋酒量0.5 不许别人是吃花的 嗯 目前的酒量 会不会担心 又资不了未来老丈人 老丈人喝茶怎么办 我酒量挺好 好 最后 喝个老丈人表演后不算吗 哈哈哈哈 哎 童大大叔是不是 特别喜欢这个节目 不过头沙能接受对方洗头的上限时 两三天吧 通常 极限女孩不洗头多久啊 如果啊 有小朋友叫你叔叔 你能不能说对他改口 不说服 叫叔叔很正常 别叫我大叔就行 叫你叔叔年龄上限时 差不多都是四五岁吧 十几岁就叫我叔叔 那不合适吧 我还没到三十岁 不到半个月了吧 嗯 一个月 明星迎接敢敢挑战 视情况分别举台无感和认怂 认怂超过两次及认证为怂亡 我认过怂亡 敢不敢客观地提一下 鸣土稳息的进度空间 嘘 你认过的惩罚啊 啊 是吗 嗯 我不能点评 其实没有什么进度空间了 我觉得鱼图已经 baby you can be magnetic like all of us to love some new mommy 极限了吧 羊羊有进度空间吗 羊羊有一切的可能 哈哈哈哈 看了之后不能锁 敢不敢回复一些会让羊羊害羞的言论 哇 哎呀 我想逃 去逃不掉 我不用念吧 我念出来那个 那等会就不用唱八卧唱 听不到杨阳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好馋杨阳啊 馋着吧 杨阳 嘿嘿 杨阳 嘿嘿 杨阳嘿嘿 嘿嘿 大家都挺可爱 没有想到 不敢 如果是什么 你觉得男艺人内情一点也可以 我觉得是在演戏这个方面吧 就挺期待的 不敢用三个词描述一下 杨阳腹肌的手感 软软软 我不会没事摸自己的腹肌啊 机会可以感动 哇哦 软软软 他们现在就几个人啊 我看一下 怎么都能有一个人吧 我突然进化突然就是你们要把镜头放大 放到脸去 突然一个人脸 想要好玩 好准 好犀利的星座 就看 童道大叔 童道大叔的朋友们 我们的你是我的荣耀呢 正在超点中 你可以超点进来之后的剧情会更加精彩 我记得很清楚 有什么变化吗 有什么变化现在 有小时候声音那么粗吗 完了军以后 有人为了 还以后 我看 有什么变化 没点 大叔 什么 际서 意思 和